好 歡迎大家回到逢星期三晚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是農曆新年之後的第一集 是呀 你想拜年嗎? 拜個晚年 拜個晚年 恭喜發財 OK 今晚農曆新年之後的第一集 將會為大家介紹一個比較小產 但推出的電影相當不錯的美國導演 這個美國導演叫做Todd Hanks 我看香港叫他Todd Hanks Todd Hanks今晚將會有幾部電影 第一次我們講一下他剛剛上映的新電影 我相信應該也有不少聽眾都聽過 因為幾一開畫的密度也算有差不多 始終現在他在奧斯卡好像有九個題目 算是多的 所以有些卡士又不錯的時候 所以戲院也多些安排 特別現在你知道這個檔期的戲院 對呀 那今晚我們第一節先講第一套 就是他的新電影 香港叫卡路的情人 英文名字就是單詞一個Carol 其實這本書是改編自一本書的 這套戲改編自一本書 套戲改編自一本書 對我有少許留下不好意思 其實這本書本身不是叫Carol 是改版之後才用Carol這個名字 這本書原本的名字就是 Price of Source 直接譯就是叫鹽的代價 為什麼要買鹽呢 為什麼要買鹽呢 現在我們買鹽應該非常之容易 現在又便宜 最重要是早一兩年前 還要有盲腸鹽 這個風潮 但是為什麼這個鹽的代價 說得好像很重呢 我們今晚就講一下這部Carol的電影 要先說一件有趣的地方 這個作者Patricia Heismith 有另一本很著名的小說 就叫做The Talent Mr. Ripley 剛巧Cate Blanchard 《機體百難知》 也有演Patricia Heismith 這本小說改編的電影 我發現是挺有緣的 這部戲就講述50年版的美國 很有趣的部戲是沒有直接說 現在是50年代 但是又提及到艾森豪威爾 上任美國總統 於是都可以推斷 這是50年代美國發生的事 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 Therese 偶遇這個貴婦Carol 這個相遇的眼神 甚至令兩個人一見鍾情 剛才我展示出來的那張Poster 也是我挺喜歡的那張Poster設計的 他們兩個由書信發展到 一起約出去出遊 可以說是 兩個人都明白到 對方真的是自己的真愛來的 但是同性戀這件事 在那時候的美國社會來說 是不被允許的 甚至乎Carol是有夫之婦 而她的丈夫亦是想用 她是同性戀的這一點 來打擊Carol 甚至乎希望可以在離婚訴訟上高 是佔一個上功 甚至乎可以利用Carol 是同性戀的這個點 來令Carol是一無所有的 包括她最疼愛的女兒 剛剛都說了 Tot Hanks是一個小差導演 但是一出手榴 我就知道她是不會選錯戲的 其實她自己也 還原了50年代 美國和一些復古的影像風格 都不在話下 而且我發現到這部戲裡面 Carol和Therese 角色的主持關係 是 關係處理有點超乎我自己的預期 Carol前半部是她做主角帶動的 可以說是 但當故事到Carol要被迫離開她的愛人的時候 反而這個就切換了做Therese 做了主角 但這個切換就發現到 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處理 剛才Heany也提及過 這個主次的角色調碗 但Ronnie Maragall 好像只提不去配角 但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有人計算了 Ronnie Maragall 出場的時數 是比Cate Blanchett 所以就真的不明白 為何我現在會給她一個女背過去 不是 只是給她一個提名 奇怪 另外就是剛才 有一件事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大家會把機體白藍芝的角色 Carol 定義為一個同性員 其實我一直都不同意的 因為在我眼中一直都是一個雙性戀的人 嗯 這個雙性戀和同性戀 這個當然有一個界線在 很明顯有一個界線在 但是 這套戲她處理所有的兩性關係 都是比較模糊的 例如她不會直接說這個是Lexker 不會說是一個同性戀 不會說這個雙性戀 也不會說她是直 嗯 所以令到大家有這樣的誤會 其實可能都是正常的 不確定是不會扔還是是 拖廷是故意把這種狀態 是比較開放式地處理 讓觀眾去自行定奪 Carol到底是真的同性戀 例如雙性戀等等 嗯嗯嗯 這套戲她第一畫面很漂亮 她的攝影很出色 其實我覺得 特別有一部分是 我看完之後跟我朋友討論 就是她有一部分是藏氣的 那一部分鏡頭的移動 永遠你都看不到 機體白人之路 她永遠都是差一點差一點的 你是不是想說機體白人之路 你是不是在這裡留意 其實你是不是很留意 機體白人之路有沒有路過 她之前拍電影有沒有路過 在我印象中沒有 是啊 在我印象中沒有 我假設是沒有的時候 這裡真的鼻子都很厲害 每次都是若隱若然 反而這種若隱若然 是帶到一種很奇異的性感出來 還有機體白人之路 她本身的人 她說話舉手投足 都有一種很奇怪的性感在那裡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因為她不是很正常的性感 但是你感覺到有一種氣質在那裡 看完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也有跟我自己的朋友 有討論過 其實機體白人之 她這個演員的氣質 是真的什麼角色都可以做 即是不只是做一個現代的人 因為現代的女人還可以 我們後來會說 另外一套更厲害 對 她是簡直是可以 她是有一種不是現代女人的一種美 她是 我覺得漂亮得來 不像是現代人 對 即是我只可以這樣 跟你說這一點 對 剛才我說的手法 其實都不算特別地 在美國電影中常見 但是兩個角色之間 她兩個之間的愛 和沉痛的思念 都可以說 我覺得是超越了言語 所以我發現到 其實她兩個在 在愛的時間 甚至乎是被迫分開的時候 Carol說話比較多些 多一點 但其實對白的密集情報 就不算特別多了 她很喜歡用畫面去表達一些東西 有一場戲 其中一場最重要的戲 就是轉折的位置 我不會劇透 因為始終都是新戲 她的轉折的位置 其實她裡面用的對白 都不是特別多 嗯 你會發現到她 很簡單 她用很多表情 很多細節的東西去表達 這部戲裡面 而且她在很多地方 她在Top10 是點到即止的 她的處理 是相當之 她很多細節都會做得好的 例如你說 拍一拍肩膀 動一動手 之類的 或者點焰之類的 很多這些細節 都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還有 也可以看到 Kate Blanchard 和 Rooney Mara 這對拍動之間 可以說 其實她們兩個是第一次合作 但 相當之分契十足 我發現 是專業演員來的 OK 對 所以 有些地方是沉默得來 令她們兩個是 膠系很有火花 其實她們兩個的配合 是 還有我發現這部電影 不單止是一個 關於同性之愛的故事 甚至是女性對於自我 我的一個 在人生上學 的一些啟發 其實是 在Therese和Carol 兩個相關的過程中 其實Therese一直在學習 在學著Carol的一些舉止 舉動 甚至乎 一些行為 是由一個女性 去令自己更加像一個女性 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副題 其實 說起Lady 之前看Runi Mara她的戲 我記得《龍生的女孩》 真的完全兩個人 所以這不是專業演員 剛才你所說 Runi Mara 我都相當看得到她的前景 剛才我們剛剛都在說 開頭的時候在說 這本書原本的名字叫 《鹽的代價》 其實到底關什麼事呢 其實我想 我上網看了少少的 嘗試去找一找這個意思 其實都沒有說 有一個很 specific的解釋 但有一個最 common的解釋 就是 當你煮菜 炒菜的時候 你要用鹽醃食 不然你不用鹽醃食 是會沒有味道的 即是說 如果沒有真愛的生活 就會好像一樣 沒有下鹽的一味菜 不吸鹽沒有味 但是 在那時候的美國社會來說 這些鹽 是要你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為什麼叫做鹽的代價 就是這個意思 原來這麼高深 這麼高深 你故事 那幾元這麼簡單 你有沒有什麼補充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喜歡 不如去歌吧 我們今天第一首 今天我們選的四首歌 都是一些經典的作品 第一首 我想大家不會聽過 就是 《Beatles的Yesterday》 為什麼呢 《Beatles的Yesterday》 我記得 我讀書的時候 音樂堂是有教的 這首歌 不奇怪 這些這麼 common的歌 為什麼選擇這首呢 因為當中有幾句歌詞 其實就是 關於昨天的愛情 和今天 原來兩個人 昨天和今天的關係 可以有很大的變化 就好像 在這套戲裡面 那個轉接位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人 關係的變化會很大 為什麼一個人會突然走 一個人會 仍然留在這裏 這些內容 其實和這首歌都會很吻合 大家聽這首歌 不知道會不會感受到 裡面的意境 大家欣賞一下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講完新戲了 是時候講一下 Todd Haines的舊戲 但是要先離身一件事 其實Todd Haines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一部電影 在樂器迷早期時間 有一集叫 《搖滾落雨露》的時候 Todd Haines有一部電影叫 《Favorite Gold Mine》 《紫序金迷》 其實我們是介紹過的 另外有一部 《Poison》也都今晚 沒有辦法介紹 因為我發現這部電影都幾難找 自己都很難找到 這部電影 所以 這部電影是幾年前 剛剛捉了20年 是捉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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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影的狀態 所以 用單詞的一個 測試 亦都無獨有偶地 這部電影中 女主角 Julia Mora 飾演的 角色 亦都叫做Carol 我不知道 Totinx是否 特別喜歡這個名字 對 對 亦都這麼巧 這個女主角 亦都是一個 衣食無憂的 貴婦 但是 它不跟 剛剛 卡路的情侶 的 這個Carol 這個Carol 是沒有同性亂傾向的 但是 這個Carol 反而 突然有一個 怪病 這個怪病 是什麼症狀呢 就是 開始的時候 它是會 狂咳 頭暈暈 但是 當發展下去的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 流鼻血 又或者是 暈倒了 要入急症 等等 聽起來Carol 會不會突然之間 患了些什麼 可能是現代醫學 可以解釋得到的 一些叫 隱疾 因為 如果你患了隱疾 的時候 剛剛所說的病症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 警號來的 但是 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醫生是告訴你 你的身體機能 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令到整件事 更加之詭異 到底Carol 這部戲裡面的Carol 到底患了什麼病呢 這部戲前半段 是有少少 像歐洲片的風格 我發現到 近似歐洲片 我覺得 由影像的構圖 甚至乎 去到取鏡 都給觀眾 有一種 很疏離的感覺 對 Carol 這部都可以說 是過著一些 很 少拉拉的生活 但是也 都不意味著 Carol 這種少拉拉的生活 是可以 好像人 夢想中那麼精彩 反而這部戲裡面 都會發現到 Carol 和 倫理之間 相處 不是說差的 但是 有一種冷漠的感覺 整個機械式 整個生活 都是好 Tot Hanks 也是把Carol 她自己的生活 是一點一滴的 用細節去帶出來 甚至乎 當大家 如果看這部戲的時候 可能都會留意到 一些電視 又或者是 報紙也在說 工業化的發展 開始帶來一些 很厲害的污染 於是 會不會是 工業 和科技發展 帶來的 一些副作用 連到患病 其實 Tot Hanks 都沒有給你一個 很明確的答案 對 剛才 一開始我們說 這部戲叫做 Safe 但其實這部戲 頭半套 拍的一些畫面 所有東西 一直給人的感覺 很危險 很不Safe 很不Safe 除了剛才說的污染 令到周圍的氛圍 是很髒 很不自在的 令大家 還有一些畫面 例如 很深刻 有一個停車場的鏡頭 在停車場上 不停轉來轉去 加上那些轉彎的時候 你也知道 那些車聲 那些聲音 那個畫面 又好像 呼吸不到氣 很詭異 這樣說 一種詭異 壓迫的感覺 令到人感覺 那個是很不Safe的 那剛才有說過 就是 導演沒有給到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到底他這個是什麼病 但其實也有引導給大家聽 其實他這個是一個 屬於周圍環境 一些工業化 一些污染 令到他這樣 那其實 反思這個污染 這些一定會有 不過 表面這個見不見智 那 但之後呢 之後的劇情 我覺得你繼續說下去 可能會更加過癮 發展下去的時候 Carol其實已經是 呼吸困難了 他自己也覺得 甚至乎他對自己 側邊的環境 亦都是 杯弓蛇影 可以說 已經是 怕頭怕路了 他自己 對自己的生活已經是 那 於是乎 機緣巧合之下 他找到一個團體 是 可以 醫治到他的環境病 說可以醫治到 對 so-called 可以的 那 於是 Carol也是決定 將自己 由城市中隔離開去 去到一個 人煙稀薄的 地帶 可以說 那裡 也遇到很多 跟他一樣的人 都一樣是 對於身邊 即是 在這個 城市環境 底下 是 很不舒服 是覺得自己有病 不如逃離這個地方 是的 但是 到底 來到這裡 是不是就代表他的病 醫治得好呢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這裡之後 有什麼感覺 其實看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因為 在周遭很多人質疑 Carol 她 不是 Carol 可能 因為很多人都在質疑 Carol 未必是真的 在 physical上高出現了 一些問題 可能是 心理上高 是不是出現了 什麼問題 雖然 那套戲 畫面的所有東西給人的感覺 就是 污染 引致這件事 但是所有人都否定他的時間 第一樣就是 給人的感覺 醫生又否定他的時間 到底這是一個心理病還是心理病呢 那這個其實是模糊 但是我覺得這個模糊處理是很好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可以帶出另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我看到後面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邪教電影來的 在這裏 甚至是住在一個 Agro 就是那些 好像那些冰屋 那些隔離房 那樣 你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那樣 給人的感覺就是 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 他老公那些 其實一直都不同意他 雖然有同一齊 那些地方 但是就 一直都不 一直都是給人的感覺 是 為什麼呢 好像不是完全支持他 這樣做 嗯 其實所有人都不是很支持他 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真的 有些 怎麼說呢 這個感覺是 好似他入不出 一個好像入了邪教組織的感覺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這些 是的 但是呢 也可以說一說 就是 當Julian Moore 一直發展 其實他的病 都不算特別有好轉 到底他到最後 用什麼方法 去想 去 拯救他自己呢 就是很奇怪 這個方法 就是一個病友跟他說的就是 對著鏡子不斷說 I love you I love you 這些都是令我覺得很邪教的 這個是一個 怎麼說 自我催眠 是啊 好自我催眠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是這個 那到底 這個人會發生了什麼事 要令到他 會用這種方法 去逃避現在 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污染得這麼嚴重的世界 為什麼要這樣 將自己的隔離開去 到底這個 這個 叫做治療的方法 是不是 真的這麼 叫做邪教呢 這個我覺得 是要留給觀眾去自己發掘 看回 我想說朱莉奧摩爾 她的樣子真的很適合扮病人 她很多戲扮病人很相似 例如她早兩年那套Steel Ellis 扮過老人癡癌 這套扮過病毀的樣子 很相似 你這樣說過朱莉奧摩爾 我想說我發現Tortenis很喜歡用她 後來幾部戲都有她的品種 是啊 我們現在去另一首歌 這首歌也是另一首經典 就是The Beach Boys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很老牌的樂隊 他們一直以來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The Beach Boys 陽光在海灘裡 和這部戲很大相似 是啊 為什麼我選這首歌 這首歌叫做Don't Go Need The Water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賣一些 很surfing 即是去滑水、游水這些歌的時候 突然間這首歌裡第一首歌 叫做Don't Go Need The Water 為什麼呢 其實是說水的污染 其實這套戲給我的感覺就是 說一些污染上的東西 所以我很想用這首歌 去等大家 可能會不會感受到一些東西 等大家去欣賞一下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阿羅 還有一些補充的剛才那首歌 是啊 因為其實 剛才那首歌 大家知道 The Beach Boys 其實The Beach Boys 他們現在很老 但是他們其實接下來好像三月中 三月未來 會來香港有一個演場會 是藝術中心搞的 哦 港樂 是港樂搞的 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其實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沒有收到他們的宣傳費 但純粹是作為一個粉絲 幫他們宣傳一下 OK 好了 剛剛說完這個 Save之後 TorTex其實是 其實他出片的 Fequency 其實都很疏嚇 其實幾年才出了一部電影 這部之後就是紫綠金迷 紫綠金迷之後 98年到02年 剛剛隔了4年 4年之後 2002年 希恩仙也拍了另一部 亦都是跟Carroll有些地方相似 就是時代背景也是擺在50年代 對 那講的這一部 就是叫 英文名 Far from Heaven 那時候 香港熱名叫 天上人間 咦 個女主角 亦都是Julia Mora 所以剛才我就說 TorTex是很喜歡用Julia Mora 對 剛剛都說了 時代背景也是設置在50年代的美國 康乃迪格州 一個非常之成功的中產家庭 老公事業有成 而這個老婆Julia Mora 飾演的Kathy 就是上夫教子的主婦 這個家庭也可以說 是周遇一個被吹奏的模範家庭 其實是 但是呢 這個好景也是不常的 當Kathy有一晚發現到 她的丈夫和另一個男人 在辦公室內 親熱的時候 已經是晴天霹靂了 我發現到 TorTex 亦都是對於同類題材 都有相當程度的喜好 但是 我不知道 Sura是真了沒有 但是 很多人說過TorTex 其實是同性戀者 不奇怪 因為 也有 兩部戲已經是 三部 加上紙序 已經是 涉及了一些同志的題材 故事剛剛聽到這裡 都很難令人想起Carol 當然 說回 就是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同性戀當然是 不被允許 所以 當 老公 Frank 向Kathy 否白的時候 她是用了 I have a problem 這個詞彙 就好像告訴老婆 我是有病 我的基因是我有病 所以 你看得出 果能使對於 人是怎樣 去看同性戀的 性取向來 那 當然 Kathy的世界 也是崩潰 很難想像到 一個 慢慢都躺在你旁邊的人 原來是喜歡男人的 但是 其實那時候 Kathy 也是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 那個社會 也是 要求婦女 是有 三重四德 跟中國人 一些很守舊的婚姻觀念 也是相類似的 其實是 即使 Frank 和Kathy 在之後的過程 亦都是 人前人後都很恩愛 不 Sorry 在人前很恩愛 但人後 亦都是阻止不了 這個 婚姻 開始慢慢消亡 可以說 而且 Kathy 正當她 心灰意冷的時候 這個時候 出現了一個 圓丁 這個圓丁就是 替代 因為 這個圓丁的父親 剛剛過世 於是 紫成婦業 可以說 過到她家裡 打理家務 這個人就是 Raymond Raymond 可以說 為Kathy 帶來的 一些 安慰和希望 而這種安慰 也是適時的 可以說 解救了Kathy 的心 但是 另一個問題 又出現了 就是 那時候的社會 不單止 是 很恐童 之餘 其實 黑人在那時候的社會地位 是非常之低賤的 但是黑人 是沒有可能做到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工作 只能夠做下人 例如剛剛也說了 一些圓丁 和家庭員工等等的工作 而且 有色人種和白人 在社會上更加之不可以有交流 所以 所以 就算是 很多人眼中的一個 叫做無犯家庭 但是 Kathy 就算和Raymond 聊多了兩句 等等之類 在平常 現在我們眼中 當然沒什麼 絕對是 沒問題 但是那時候 被人看到的話 是會被人說閒話的 甚至被自己的 主婦朋友 唱衰了 在周Sir已經 不知道大家聽到這裡 一些資深一點的戲文 可能會想起另一部戲 就是法師斌達的恐懼侵蝕明雲 因為這個角色設定 當時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這個角色設定真的很像 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 當然恐懼侵蝕明雲的設定更加極端 但是兩套戲的處理手法上 明顯地是相似的 第一就是兩個人的關係 都是好點到即止有些 若有若無的關係 第二就是有些鏡頭 例如是有些跳舞鏡頭 有些觸控的鏡頭 其實那個處理也是很像的 後來其實trace 看一些紀錄 就說其實Tock Haines 是有向法師斌達的事件 所以這個 當時看到這個感覺 原來是真的 不是我 我堅強作出來的 第二就是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除了這個黑人的問題 這個同性戀的問題 還有這個社會階級的問題 很多這樣的問題 在這套戲會出現 探討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東西 比起Carol 這套戲是相對地 我個人覺得 就沒有這麼贈忠的 看完之後 其實我第一個感覺 想一個問題是 當時的社會到底是不喜歡黑人多些 還是不喜歡同性戀多些 這個問題我都回答不了 這個問題我都回答不了 挺有趣的問題 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 這部包含Phaven 我都覺得 兩條主題 切換上去 是有點古怪的 我自己覺得 而Kathy 講回故事 Kathy和Frank 出遊的時候 發現到 Frank又一次出軌了 當他決定徹底寫一條心的時候 才發現到 Raymond已經是 因為已經忍受不到 在康納迪加 社會上那對黑人 歧視到這樣的情緒 已經是甚至損害到自己身邊的人了 而那時候 Kathy都發現到自己一直都對於 Raymond是有一份感情在裏面的 所以這時候又出現了剛剛 嚴的代價的一個 的解釋 我發現又有點像 嚴的代價的意思 就是 這份感情 其實是不應該出現的 那個社會來說 社會觀念上 這百人和黑人 不應該傷害等等 但是 他們兩個 如果是真感情 會不會 可以不顧代價去堅守這件事呢 這個是這部電影裡面 最中心想說的 也看到 Todd Hanks 這個導演 其實也不是胡亂地向主流妥協的 他不單是向觀眾展示了一個 充滿偏見的五十年代 甚至乎 他的最後也挺悲哮的 或者可能我覺得 導演是想用 不圓滿的一個結局 令到觀眾可以有所思考 我覺得他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這個結局處理得好的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大團圓結局 大家一起坐在BBQ的話 我個人覺得會不太合理 低執 沒有低執 沒有什麼補充的話 我們又去歌 這首歌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認識的 有一首經典 是Billy Holiday 即是當年很久以前 一個很出名的爵士歌手 他這首歌叫做 Strange Fruit 是講黑人問題的 其實被譽為第一首 黑人平權的歌曲 因為他裡面的歌詞 為什麼叫Strange Fruit 就是說 有些很奇怪的果實 在一棵樹上面懸掛著 其實就是在說 有些黑人被奴役致死 然後吊死之類的 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之下 Billy Holiday 作為一個黑人 寫一首這樣的歌出來 當時是很大會響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欣賞一下 這首Billy Holiday的Strange Fruit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是啊 又補充一下 關於剛才那首歌的東西 Strange Fruit 其實這首歌的影響力很大 大多是 這幾天 有一個在網上很流行的 Rap的歌手 Kanye West 其實他之前改編過這首作品 作了一首歌叫 《Blood on the Leafs》 其實都是跟黑人平民有關的 Kanye West 其實他早兩天推出了新碟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找來聽聽 是很厲害的一首一首 一隻碟 再說一次 我是沒有收錢的 OK 好了 那今晚 來到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就會 因為呢 我們剛才說這三部的電影 其實Tortense 都是一些 Middle Drama 是一些通俗劇 其實是 也有一天見過 有很多人都說 Tortense 也有說過 Tortense 向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叫Douglas Serg 是傳說中通俗劇的大師去致敬 這幾部電影都是相當容易入口的劇情片 但是呢 今晚來到最後一節這部電影 就 Tortense 可以說是第一 跳高了幾個層級 在 講一個人物傳記的時候 到底它講哪一個傳記呢 這部電影的名字叫做 I'm not there 直接譯就是我不在這裡 這個意思 但是呢 是甚麼人物傳記那麼厲害呢 這就是 美國一個非常傳奇的文章歌 是Bob Dylan 如果 如果說到文章界來講 Bob Dylan 真的不可能不認識的一個名字 喜歡音樂的應該都 沒有可能會聽過 一定聽過 但真的很難追 隔兩年又出一隻碟 現在還在出一隻碟 上年也出了一隻碟 不知道他幾歲 90歲 80幾90歲 都還有碟出 真的很厲害 這個Bob Dylan 一講到傳記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 印象其實都是 最少一個 最多三個的演員 去演同一個人物 可能是老中青 屏幕直上去講述 這個對象的一生 但是呢 這部電影有趣的地方就是 用了七個角色 來演繹Bob Dylan 的一生 張圖只有六個 因為有一個人 是演了兩個角色 對 其實我發現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實驗性嘗試 在Tot Hanks 的 Filmography 即是拍電影的紀錄裡面 其實是未曾出現過 有些實驗性的東西 有黑人小孩 Woodie 一個反叛的詩人 Arthur 一個文謠歌星 Jack 一個婚姻失敗的演員 Robbie 還有另外一個 被支持者唾棄的Rockstar Jude 還有一個隱居的伯 Billy 其實這六個人 全部都不是 Bob Dylan 的名字 但是他們演的 也是Bob Dylan 他自己一生生命中 經歷過的歷程 其實也是 而且剛剛也說了 有六個演員演出 七個角色 但是其實手法 也是不盡相同的 例如 基斯頓比爾 飾演的 Jack 就用了一些很危機錄片的手法 在他的 Footage 而Arthur 就是私人的段落 就是直接跟鏡頭對搭 而Jude 即機體白蘭姨的段落 就是 全部是黑白的片段 還有 剛剛也說 隱居的白 Billy 就好像在拍攝西部片 一部文藝的西部片 就好像 這六條故事線 互相穿插 都很包容萬丈下 但是 又很 絕對 都不會很煩亂 而且 都幾有條理下 其實我覺得 Bob Dylan 的一生來說 是 而且這一種 敘事和聞滿 也都和 Bob Dylan 的性格 都幾吻合 我發現到 是 咦 你說 這個敏不敏亂 這個呢 我覺得 見仁見智 因為 始終我看完之後 有個問題 就是 因為他跳來跳去 所以 有時候你都搞不清楚 到底 他的 順序 是怎樣的 到底他是先隱居 是先信教 是 是哪一項 先後呢 我看完之後 我仍然都未是很清楚 始終我不是一個很深入研究的人 沒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看這套戲的時候 其實都可能會造成一些混亂 對於政府和主流社會 是非常之不滿 和憤慨的感覺 但是呢 他的心裡面 是什麼世界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理解得到 甚至乎 而 Kate Blanchard 飾演的Jude 其實已經是一個 因為轉型 而被觀眾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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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其實 但其實 Mob Dylan一直都想 去 去 令到 即 他不是一個喜歡千篇一律的人 他喜歡 試完這一點 他成功了之後 他要放開現在 令到他成功的 他另外 令迫身境 可以說 再令到他自己 可以說是重生 但是呢 竟然被人說 是一個 半途 其實是一個 都頗憤慨的一件事 還有 電影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到 Bob Dylan這個人 是已經死了 Dead 那當然啦 Bob Dylan 現在做現在 都還在生奧奧的 是呀 還在生奧奧 但是 他還沒有死 但片中裡面 他說的 Bob Dylan 是死了 但當他死了之後 阿朗我可以說一說 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其實就 他裡面套戲的思想 就是他死了之後 其實那些人一直在消費著他 很想他將他 怎樣看 很想他 怕開皮 什麼都看完 很想他 知道這個人 心裡面是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遺憾 還有什麼 遺憾 可以消耗 可以給公眾 去看 這件事 是呀 其實就是 作為一個 著名歌手 這件事都很普遍的 你就算生還是死 都很多人會想消費你 這套戲裡面 這一個思想 其實我覺得挺警勢的 特別在現在 最近 因為我最近翻看的這套戲 看完之後 我第一個想起是David Bowie 嗯 David Bowie 他死了之後 也是繼續被人消費的 嗯 可能會突然有很多人 彈出來 去 take credit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去想 幫助自己 其實就很多人是做了這件事 那 這個思想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 諷刺的地方 就是 其實這套戲都是在消費他 最厲害的 嗯 就是 這套戲的思想 是在說 那些人在消費他的同事 他其實 這套戲其實 又在消費 Bob Dylan的時候 這個好像是一個自嘲 嗯 但是很有趣 阿伯 剛剛你說的這一點 我留在後面再說 嗯 但是呢 也要說一件事 就是 的而且確 對於現實中 的而且確 有很多很出名的 不單止 不要說只是歌手 可能電影明星 在死了之後 亦都是 很多人都會想 繼續去 consume 這個 已經過世的人 這是一個很唏噓的現狀 但是呢 為什麼呢 這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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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部都是 因為 是 Bop Dylan 他自己 那些 很 可能是沒有什麼人 不會明白 要是Tonhase 嘗試去呈現一下 嘗試呈現一下 嘗試呈現一下 這麼多年來 經歷過這麼多事之後 會導致他變成一個 怎樣的人 我覺得這亦是一個頗好向觀眾傳來做人的價值觀的機會 而且要說一件非常重要的 剛才我們一開始也說了 Kate Blanchard 剛才也說了 她是一個現代女人 也可以演這個舊時的古典女性美的角色 但就想不到她連反串演一個男人也是這麼有味道的 我發現到很厲害 她是可以毫無反串演的一種刻意的味道 但也都是甚至乎她演男人的時候 是有一份油鹽自得在裡面 我看到她是 我相信是影史上的相當之深刻的一個反串 到底這個應該是寶斯卡當年有沒有看的 有 雷佩國 女嗎 我還以為是男佩國 那是女佩國 對 剛剛回到剛才說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中用七個人去演繹 Bob Dylan 千面加一日 Bob Dylan 的內心世界 又怎知道一部電影是可以說得清晰呢 但電影就跟這個 Bob Dylan 他自己不願意隨波逐流的個性是很符合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電影和她自己的性格 吻合就是這一點 所以 剛剛要改 其實我有一件事想說很久 就是 Todd Hanks 由開始拍 即是由寫劇本到拍完 其實她是沒有接觸過Bob Dylan 的 但是 Bob Dylan 自己本尊 她知道這部電影開拍的時候 雖然Todd Hanks沒有用 但她也是衷心地祝福 Todd Hanks是可以拍得成 希望這部電影會成功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發現到 嗯 做了這部電影 我們剛才沒有說過 CASI 真的很厲害 對 那時候 要說Mark I 我們這張Captor 裡面 已經有 就是差不多那一年的時候 Heath Ledger 應該是拍完這部電影才會再拍 應該是 應該是 還有編迫合在裡面 對 Jack就是 基斯隆美爾剛才也有說 對 跟李察基爾也有說 即是那時候 以一部獨立電影來說 是超級大卡士 有很多很有名的演員 在裡面 還有剛剛也說 有機體白蘭茲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想 嘗試去 探索一下 一個音樂人的內心世界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部 絕對是可以嘗試 只要如果大家都可以 探索到一些比較實驗性 這種實驗性風格 還有 因為Bob Dylan 也是一個私人 所以 如果他對白裡面 所以他的對白 也有多少是很私意 好像一個 淫屍的一種 一種的素說來的 所以 也希望大家可以 尋找一下 TOTES這幾部電影 我覺得今晚的介紹 這幾部電影 都相當值得看 是的 還有這部電影 我想補充一句 看完之後一定要思考 其實看的時候 到看完都要思考 就是因為 我覺得看完 始終都要自己 去組織整個時間線 始終有些 如果你說李察基爾 當然 他那個年紀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很後期的 但是 有部份的演員 那個年紀 你看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會在想到底 誰先誰後 這些真的要自己去組織 還有他真的 有一點點流水式 I mean 是 positive 不是TVB那種流水式製作 是他的意識流 一些意識流 可能是大家 如果 比較少看這類型的電影 可能真的要消化一下 嗯嗯嗯 好了 今個禮拜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 我們的節目 將會介紹 我們經常都會看西部片 對不對 嗯嗯 大家都可能未試過 將數字 即是由0至9 去到 怎樣去 用數字和西部片 怎樣去融合 去融合 數字和西部 這些東西 所以下個禮拜的節目 主題就是 數字西部 對 怎樣數字西部化呢 下個禮拜將會有 昆頓塔倫天怒 熟作 對呀 就是這個 冰天血地八惡人的 氣泡 對呀 還有這個七合檔構制 還有一部叫做 應該說兩部才對 就是這個 310 to Yuma 不說 香港沒有譯到 但是如果直接譯 看回台灣或大陸的語言 就是叫做 決戰遊畫 兩個不同版本 對呀 會講完兩個不同版本 好了 那就 今晚節目時間 好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